大家好,我是唐学长 这几天相信大家都在经历过山车一般的感受 考研分数出来,几家欢喜几家愁 陪着大家经历了一年,确实也感慨万千 从昨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停下来过 一直整理分数到现在 我相信我可以给出一个比较硬核的调剂攻略 送给现在可能需要调剂的各位考生 希望你们即使考不上医治院的院校 也能有学可上吧 OK,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调剂呢,说简单 不简单,说难,其实也不难 我一共分为七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明确你的调剂资格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考的专业是艺术类 那么艺术类的国家线一般都是参考前一年的情况 也就是2019年 请大家看,这是2019年的艺术类国家线 有单科线,也有总分线 出分的时间是三月份中旬 下面说两种情况 如果你的分数是大于A区艺术类单科及总分国家线 那么你就可以同时调剂A区和B区的院校 比如按去年,你的总分就必须大于340分 你的政治英语必须大于38分 你的专业课必须大于57分 至于A区有哪些学校 B区有哪些学校 你可以百度直接搜一下 下面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的分数在A区艺术类单科及总分的国家线 和B区艺术类单科及总分的国家线之间 那么你只能调剂B区的学校了 所以请先判断你的分数在哪一个区间范围内 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步骤 至于国家线是否会涨 确实有这个可能 但是即使涨幅一般都是5分 比如今年A区的国家线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是340分 要么就是345分 但是怎么说呢 大部分人肯定希望是340分 毕竟很多同学都是刚刚卡着线的 但如果提高到345分呢 很多学校呢 又可能多出很多调剂名额 所以呢 一个字等吧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 定位目标的专业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 我们所在的专业 比较容易调剂的是哪些专业 请大家看屏幕 屏幕上我罗列的这几个专业呢 几乎是你能够调剂到的全部专业了 学术呢 有戏剧与影师学 戏剧戏曲学 广播电视艺术学 电影学 这样说呢 有艺术主要是编导方向的艺术啊 然后戏剧 电影和广播电视 其他的比如播音 美术音乐之类的 就算你能够调剂进去 复试你也不会啊 所以呢 还是不要去尝试了 下面我们说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你的医治愿是学术的专业 那么上述的所有的专业 你都可以调剂 而且是建议调剂的专业 因为复试内容大致上是相通的 第二 如果你的医治愿是专硕 也就是MFA的专业 那么只能调剂上述专业中的专硕专业了 也就是说 医治愿是学术的 能够同时调剂 学术和专硕 两个类型的专业 而如果医治愿是专硕的 只能够调剂专硕的专业了 虽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OK 做完这两个步骤 接下来呢 来到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这也是我这两天来 没日没夜整理之后的 对大家来说 可能是关系最紧密的一个步骤 即定位目标的变效 我必须在这里 给大家强调一个残酷的事实 一旦参与调剂 主动权就不在你手上了 你必须面临被选择的尴尬局面 有些学校确实有名额 你也很想去 但是那些学校 但是那些学校可能不中意你 不给你发副式邀请 你也就去不了 所以你必须一而再 再而三地降低你的择偶标准 直到从那些可能有名额的院校中 筛选出你想去 而他也要你的学校 那么问题来了 哪些学校可能有名额呢 请大家看屏幕 这是我这些天整理的 各大院校的录取情况 全部都在这里 都是你们能够平行调剂的专业 虽然不是最全 但是我已经尽全力了 每一个学校 我都根据报分同学给我的情况 加上四处查阅机构的排名 比对每一条信息 进行了大致的预测 其中的工程量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在这里 真心地感谢 每一位支持我 帮助我的人 没有你们 我根本完全不了解想工作 来 请大家看 我整理的院校信息 基本上由这几校构成 第一列是 某所院校某个专业的 你录取人数 而这一列呢 是今年考试的总分的分数档次 从最低分到最高分 而接下来这一栏 是这些区间范围内的 同学的人数 注意了 这个区间里的 最高分到最低分 我只列举了 高于国家线同学的分数 为什么 因为如果高于国家线的 同学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 你录取的人数 就说明这个学校 医治院已经人满为患了 是不会招调剂生的 而如果这个学校 高于国家线的同学的人数 没有满你录取的人数 也就是说 医治院的考生 没有填满他们要招的人数 那么则很大可能 会有调剂名额 因此呢 我们只需要把 前面的你录取人数 减去高于国家线的人数 那么就可以知道 是否有调剂名额了 而且还能够知道 大致有几个名额 比如像第一行 南京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 你录取的人数呢 是18人 高于国家线的人数呢 是11个人 那么就可能空出了 7个人的名额 哎 为什么我这里要用 小于等于7呢 这是因为 我搜集的信息 肯定是不全的 所以呢 这只是一个预测 真实的情况 很可能是不到7个的 甚至一个都没有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抱着 只要有一些可能 就不要放弃的心理 尽可能去搜集信息 所以呢 这些学校 有没有调剂名额 我只能说 可能是有的 最多有几个呢 哎 这个我可以很确定的说 最多是7个 这也是我能够 给你们做到的极致了 OK 南师大有名额 不一位 别的学校也有 可以说 大部分的院校 全部都会被占满 比如下面的 北京师范大学 比如中国传媒大学 哎 什么 你说中国传媒大学的 电影专业 为什么才6个人 过了国家线 然后空出了4个名额呢 你确实眼尖 哎 这是因为 他们这个专业 今年高分的人 确实很少 专业课的给分 基本上都是100分以下 也就是所谓的压分 因此呢 导致很多人 没有考上线 但千万不要觉得 这个专业有名额 你就能够调剂了 请大家把目光往下移 广播电视专业 147个人过了线 但是呢 才招25个人 这就会导致 非常非常多的人 要沦落到调剂了 那么这些人 往哪里调 当然就是刚才的 电影专业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本校调剂 永远是第一位的 至于原因是什么 下一步呢 我会教大家 怎么去破解这个奥秘 OK 那么问题来了 全国那么多院校 我还是全部给你们 罗列在这里 那你们岂不是要看晕过去 没关系 这里呢 我帮大家减负 因为我会把这些所有的院校 进行一次大的删减 把没有调剂名额的 全部给大家剔除掉 只留下我查过的 可能有调剂名额的院校 注意了 接下来呢 我会把这些学校的专业 一页一页的 在屏幕上弹出来 我需要你们帮助我 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 每一个学校 弹出来以后 如果你通过其他渠道 知道这个学校 调剂名额是没有的 还请打出弹幕 告诉其他人 我相信 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 一定可以把所有的 调剂名额找到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如果觉得慢的话呢 还请加个速 因为下一个步骤 是更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当我们把这些 有可能有调剂名额的院校 全部筛选出来以后呢 直接选择 你想要去的学校就可以了 比如你肯定不会选择 必去的学校 那么你就把云南师范给划掉 但尽可能一定要保证 你的目标院校 在六所院校以上 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请听我接下来的分析 来 我们进入第五步 调查院校的调剂偏好 如果说前面几个步骤 和你看到的其他院校的调剂攻略 大同小异 那么这一步是真正的 我根据这几年的心得 研究出来的一个 终极硬核的调剂方法 它可以帮助你免去一些碰壁的尴尬 怎么做的 首先第一步 找到目标院校的近三年的录取名单 刚才我们已经定位了 至少六所院校的目标专业了吧 那么现在 我们必须把每一个院校 都做一下这样的工作 比如大家看屏幕 这个是上海师范大学2019年 也就是去年广播电视专业的录取名单 这里插一句话 录取名单每个学校官网都会公布 如果找不到的话 白度 贴吧 论坛都可以找 反正不存在找不到的情况 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资料 而花你的冤枉钱 OK 回到这张录取名单 前三列就不说了 我们直接从第四列开始看 首先这一列是他们的准考证号 而这一列是他们的初试成绩 这一列是他们的复试成绩 这几列的数据 隐含了巨大的信息量 你们通常都会询问学姐学长 询问机构 到处去问学校有没有调剂名额 现在我告诉你 不用问了 你自己就可以解决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些准考证号 都是不一样的吗 这好像是句废话 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前面四位都不一样 这就大有文章了 我们应该知道 每一所学校 它都有自己的代码 而每一个代码前五位 都是固定的 比如中国传媒大学 就是10033 上海师范大学 就是10270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这些录取名单里的考生 医居院报考的月校 其实都是不同的 有1027 来自上师大医居院的考生 也有10033 来自中传的考生 所以我们首先可以知道 上师大广播电视专业 去年医治院录取了多少 调剂又招了多少 OK 这仅仅是初步的信息 我们不妨再继续深挖 把这些所有的医治院考生 全部都研究一遍 即研究准考证号 与院校代码进行比对 得出这些考生 都是从哪些医治院学校 调剂过来的 比如像我这样 花了一分钟 把这些学生的情况 瞬间调查清楚 原来这些调剂生 是由医治院 中传 华东师范 上海大学 北京师范 全部都是211以上的学校组成的 并且调剂的分数 都是在360分到380分之间 OK 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 当你知道这个信息之后 那么接下来 就拿出你的小本本 像我这样 总结一下这个学校的医治院 以及他们的分数情况 就可以知道 上师大广播电视院的调剂生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医治院学校 什么样的分数区间了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的医治院学校 不比这些学校差 分数也不比他们低 那么你去调剂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而如果你的医治院的学校 不如这些学校 你的分数也不高 那我觉得机会 就会比较渺茫 所以你务必要把 刚才定位的6个以上的院校 全部都做一遍 这样的工作 然后从难到简单 排一下序 筛选掉一部分 你不太可能调剂上的学校 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 你能够调剂上的可能性 我相信这个工作 对你来说并不难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六步 如果你觉得这些学校 你很想去 你去的可能性也很大 那么你就去打电话 疯狂确认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名额 那么和谁打电话呢 三个字 严招办 每一所学校的严招办电话 都是公开的 都能够直接从 研究生院官网查到 这个我就不帮大家 一一去查了 这里给大家列举 三种可能出现的 打电话的情况 首先你打过去就直接问 老师你好 我想知道该院校的 某某专业 是否有调剂的名额呢 那么得到的回答第一种 也就是大多数的一种情况 就是 现在还不知道有名额 直接等调剂系统吧 那么这种回答 就是非常官方 非常模仁两可的回答了 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也可能他知道 也不想告诉你 更坏的一种情况 也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有名额 但是这些名额 都被内定了 你就算调剂 也不给你机会 这就比较黑了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么如果是这样 你就暂且只保留意见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种回答 这种回答就好多了 他会非常直接了当地拒绝你 一点都不扎 他会说 应该没有名额了 尽早关注别的学校 如果是这样 你就直接把他 从你的目标院校名单中 划掉吧 千万不要留恋 OK 那么其实还有第三种回答 这种回答可能性很低 但却千载难逢 他会告诉你 应该有名额 欢迎来调剂 OK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开启你的三个步骤 首先把你的具体情况 和联系方式给他 让他帮你登记 然后给导师发邮件 这一步我打个问号 是因为我一直对联系导师 持怀疑态度 很多学姐学长都说 要提前联系导师 那究竟为什么要联系导师 他们却不会明说 我的看法是 联系导师只是想获得一些 关系上的优势 但这种优势 你既然不认识人家 非亲非故 人家导师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 去帮你呢 所以就我了解下来的 往年情况 你给导师发邮件 第一种情况就是收不到回复 第二种情况就是让你走正常的渠道 很难出现第三种的情况 所以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真的请大家自行斟酌 但是注意了 这仅仅是调剂生的情况 如果你能够进入这个学校的复试了 那你联系导师就有很大的作用了 而关于这一点 我会放到接下来的复试视频里面 再给大家去详细说明 但是无论如何 既然这个学校确定有名额了 那么这所学校就一定是被你锁定了 是你在调剂系统里面 必须要去填的学校 OK 通过以上六个步骤 我们手头上 应该有很多很多你想去尝试的 并且有可能去成功的 并且打过电话 并且可能有调剂名额的学校 那么接下来你迎接的就是一场恶战 那就是第七步 雪平调剂系统 每年的三月中旬至四月底 都会开放调剂系统 那将是你唯一能够挤进复试名单的机会 方法很简单 直接打开沿招网 进入网上调剂就可以了 但是调剂系统也有几个注意点 我给大家一一罗链 首先第一点 必须在调剂系统开启的时候抢占先机 别看调剂系统要持续一个月 真正雪平其实就只有前几天 很多名额都会被一扫而空 因此往年很多的同学 都会在调剂系统刚刚开放的时候 通常是零点就拼命去挤占名额 很显然 那个时候一定会网页瘫痪 但是让你不去不太可能吧 我经历了好几年的调剂系统大战 基本上就算你零点开始抢 都要弄到凌晨三点左右 这还是网络好的情况 真的非常的可怕 但是也真的很凄凉 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至于付出那么多 也真的心疼每一位参加调剂的 我发自内心的想说 你们一点都不比那些一志愿录取的人差 你们可能只是差了一点运气而已 OK 下面我们说一下第二点 进入调剂系统主要是去搜索 你的目标院校专业 是不是和你预料的一样 是不是存在调剂名额 如果有的话 直接秒填就可以了 如果搜不到的话 那这里注意了 并不代表它没有 只是它还没有出来而已 所以呢 你先耐心的等一等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是因为调剂系统每一次只可以同时填三个平行调剂志愿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一次性填三个你之前的目标院校 如果他们都有名额的话 但是注意了 我这里建议大家先填两个 留一个 先不要填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有些学校不会当天开放出名额 会过几天再出 但是你一旦填了 就48个小时不能解锁 你就没有办法去抢那个新出名额的学校了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OK 当你全部填好之后呢 剩下的工作呢 就是耐心而焦虑的等待了 时刻关注眼招网的动态 如果出现 已被招生单位查看 却没有给你发复试邀请的情况的话 那就不用等了 直接修改你的调剂的意愿 说明他们基本上不考虑你了 而如果一旦有复试邀请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成功了 你会和那些一支援过去的同学一起 参与这个学校的复试 至于复试如何处理 可以关注我之前做的复试攻略 已经出了两期 还有第三期 马上也会出了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 很多人问 你到那个时候 再去准备那个学校的复试 是不是会晚 我觉得是不会晚的 因为如果你不确定 你能不能进去个学校的复试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准备复试 因为调剂成功的机会真的不大 可以说是渺茫 所以一定要等到确定能够参加复试 再去准备他的复试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你一定比谁都珍惜 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吧 所以你一定是会成功的 这里就祝你们好运 加油吧